就想問就是9888 就是中概股它有一個退市的風險在 它問會不會重傷 那今早看到也是在重傷的 是不是? 那究竟這個股價你看 是可以 就是那個支持位在哪裡? 當然啦 這兩天就跌得急 就是單日的幅度 譬如現在跌在7% 那我想最主要都是受累 就是最新那邊中概股的退市因素 那名單有它 但是你對比這個股價 那其實現在嚴格來說 對比3月中的99元低位 都總是彈了一部分的 所以又微主說 真是非常之頑皮的一個情況 但是我覺得你說中概這件事 就是始終比較被動的 就是不是公司自己去決定這件事 就是你看看第一批那五間的公司 其實當時的和和醫藥都是有份的 那麼其實它自己昨天中也有說過公告 因為其實它第一批已經過了那個時間了 因為3月29號應該要折了 那麼其實它自己也說 其實它是有保交動文件的了 但是最終要不要退呢? 其實那個權力權不在它手上 就是在美國那邊說的 那麼所以這件事就永遠都是 暫時都是一些中概股的陰霾 那麼這個就擺脫不了了 那麼所以如果你說只說這件事 我想就無謂特別去考究 除非你不碰 你碰了就根本考究不了 就是要這個 這個類型的部分 但是如果你撇除這個中概因素以外 其實百度的業績或者業務其實不差 就是以那麼多新經濟股 或者龍頭股來算 其實它的業績相對算是比較好的 因為最主要大家看它接下來的自動駕駛 那個阿波羅系統 其實近期看到發展還是不錯 增長是挺快的 那連帶來就是在那些所謂監管的陰霾裡面 它對比可能騰訊阿里亞 二字美團這些其實相對比較少一點 那麼所以其實股價相對來說 一直算是比較硬正一點 那麼我想暫時如果真的要看 看過去3月中那一段急跌急升 那裡會遺留了一個裂口的環區 那裂口底大概八二元左右 如果現在看來還有約十一元左右的一個距離 那我想你看著八二元做一個可能短期的支持 如果這些位置能夠站得住的話 那都還可以叫做手下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有貨跌穿八二元的 那你又擔心著那個中概因素的 那你先走著 那我覺得暫時看著八二元 但是你說中概那樣東西就 沒有什麼特別可能去猜到的地方了 因為你在中美一埋之下 那還有其實說真的八度都已經回到第二項市 其實我覺得實際的影響性真的不是那麼多 純粹是可能氣氛或者股票影響 就是股權買賣的影響而已 那所以你說八二元會是這一段短期支持為先 那如果就是富途了 那現在怎麼處置好呢? 我想這隻富途來說其實就暫時也一樣 因為消息面其實它是比較避免的 就是有或者是中概的這些因素 其實你都沒得走的了 那變相我想這件事 現在來講就可能這麼急斷完今晚彈回來都可以的 那所以這件事就 我想是一方面先看股價走勢 二來就當然太過長時間之下 我就真的不建議了 因為始終中概都是 就是中概其實說真的 投資價值上來說就不是那麼多了 現在因為你整個中美的困擾嘛 那所以我再加上其實本身就算補充困擾 說真的富途過去連自己的內地都未必太敗去 就是過去都看到很多的消息都是針對它而來 券商又沒有牌,又整個那些 所以股價你看到其實過去這大半年 說真的都已經很弱了 就是比起當年很強 上到過百元留上都不用說了 但是我覺得暫時有短期股價走勢呢 你說昨晚雖然有大支陰燭 但是幸好就還沒跌穿呢 3月15、16日那個上升列口的一個底位 那個上升列口的頂位 頂位來講大概就30元6元 大概30元那邊 雖然現在看來都還有一個多元 那如果你有貨看來看這個列口的頂位 究竟頂不頂到 如果頂不到,可能借射補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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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